主要菲律賓海板塊基本上還是往北移的 但它沒有發展到壽峰鄉的地方 就是壽峰那邊有一些地質構造把它卡住了 比如說那邊的斷層底下不活躍 就是被交接起來 或是有一個大石頭把它卡住在那裡 所以它就沒有過來 所以今年4月18號開始 那邊就發生了一個規模6.2的地震 其實那個也是算蠻大的 然後那個就整個4月5月6月 都一直集中在收峰鄉發展 然後到了7月的時候就漸漸往北走 7月14號的時候 因為發現那個地震 大概有一半是在收峰鄉 一半已經跑到吉安鄉 然後今天的大概都已經跑到花蓮市 因為花蓮那個人口比較稠密 比較多建築物 所以大家還是要提高警覺 然後大家也再繼續觀察 觀察什麼呢 觀察維度 就是不要讓那個維度 現在最北的 今天最北的是24.00 就是只有一個 是最北已經到24.0 如果說它24.01.02.03一直往北跑 跑到24.10的地方 就是會可能會跟0206的斷層有一點位置一致 但是也不一定說那個就會再觸發那個斷層 它那個余震往北發展 那個要擔心的就是花蓮那邊是人口稠密的 那其他來講它往北發展是正常的 因為菲律賓海板塊本來就是往西北在移動 那往西它是在推擠那個中央山脈 它是在造山所以它沒辦法動 那往北它就可以持續的一直一直往北走 一直往北走 所以基本上海岸山脈 就是菲律賓海板塊 基本上是一直往北走的 所以那個斷層 那個那這些地震活動 這些雨震 它從受風開始 就起於受風 然後漸漸往吉安 一直到那個花蓮市這樣子來發展 但是我希望就到此為止 請訂閱按讚分享 TB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達市